欢迎收睇屈机TV 我是屈机主播周杰盈 今年年初有很多分析认为 003航母可能会在年中下水 原先推测可能会在4月23日解放军 海军建军73周年的纪念日 但随着内地多地爆发疫情 上海就宣布封城 所以原定的下水计划就只能够延后了 崇明海事局5月27日曾经发出一份通告 003航母所在的江南长兴造船厂 要求清空3号和4号船污的泊位 以利作业 相关通告就显示 长兴造船厂预计将会在27、28号内 下水的多艘大型船舶 被认为为新航母的下水去做准备 当大家以为6月3号端午节的时候 也就是南岗长兴造船厂建厂157周年的纪念日 003航母会选在那天下水 因为象征着大龙洲下水 具有非常特殊的意义 也相信可以带来好笑头 但情况又不是这样呢? 据了解 按照以由北到南沿海省份 去帮航母起名的原则 003航母可能会被命名叫做降素 《华尔街日报》就报道 透过最新卫星图像显示 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几年之后 003型航母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 甚至几日之内下水 报道就引用分析人士指出 这艘航母使用到的是新的电磁弹射技术 就是类似于美国和法国航母 发射飞机的技术 而目前被认为采用电磁弹射系统的航母 全世界只有两艘 一个是正在大西洋海域密集训练的 美国福特号 第二个就是中国的003航母 美国中国在竞商研发 类似延浮列车原理的 新式电磁弹射器 可以有效降低维护成本 提升航母自动化程度 减少对飞机的结构伤害等等 还可以取代蒸汽弹射器 003航母的电磁弹射状况 就是因为这样而备受外界关注 西方媒体对中国第三艘航母尤其关注 但就有很多种说法 CNN曾经发文说 有了新的发射系统 中国可以在海上部署 包括空中预警机 加油机和电子干扰机 在内的机队 美国国会2021年10月份的研究报告就说 中国新航母排水量 预计大约是10万吨 和美国同级航母相当 彭博社就说 003型是中国最大最现代化的航母 但与美国的尼米之号 或者福特号级的核动力超级航母相比 仍然有差距 我国第三艘航母何时下水 我们就不知道 但最近又有关于中国第二艘航母 山东号飞行甲板上出现了大批无人机 又引起了美国媒体的关注 今集建议将会和大家看看 我国山东南航母上是否真的有无人机 在节目开始之前 记得订阅屈机TV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今年来中国各方面都高速发展 引发了美国日本等等的高度关注 中国在军事上的任何举动 都可以被他们全面放大 就在最近 中国辽宁艦航母片队西出太平洋 在台东方向进行了长达21日的针对性演练 对这件事进行无间断监制的日本防卫省就表示 期间辽宁艦至少放飞过300次艦载机 台湾当局甚至向美国求助 认为辽宁艦这次是以台湾地区为目标 进行进攻演练 但美方就表示 没有发现大陆有进攻台北的动向 有意思的是 除了日本和台湾当局一直盯着中国大陆航母之外 美媒最近也表示 中国航母上面出现了大量无人机群 他们还很坦白地承认 在这一点上已经领先了美国了 美国军事网站近日刊文指出 上面显示中国山东南航母上的飞行甲板上出现了大批无人机 就算是分别量不够 难以判断这批无人机到底是什么型号 但美媒就认为 中国航母在使用无人机这方面已经走在美国的前面 领先过超级大国 而无人机可能是未来海战的重要发展方向 那美国军事网站的报道是否真的 在美国动力网站刊发的照片里面 有部分照片有CCTV7的图标 很明显 这个可能是军事节目视频的剧图 而且来源是中国的官方 所以在某种程度上 这个证实了美国军事网站的报道可能是真实的 当然这个也可能是美国军事网站P上去 但这样做的可能性就很低了 如果他有虚假报道 那他完全可以直接去做虚假报道 不需要在这里特意遮遮掩掩 所以只能够说美媒的这篇报道可信性都挺高 但我国官方到现在都还没澄清也没有证实 美媒在文章里面分析说 这批无人机体型比较小 不只是高端的无人机 他们之所以可以出现在山东南航母上面 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 一批无人机很可能是具有垂直起降的能力 可以在紧急时向航母舰队的其他舰船 运送关键的设备和医药品 那就不要看他有效负载不大 跑多几转就运达过去 美国海军自己都这么做过 另一方面 美国军事网站认为这批无人机很可能是中国海军 被用来演练航母反无人机的 现在全球各国海军面临越来越大的无人机威胁 中国海军同样面临这些问题 如何对付这些小型的廉价无人机 是各国海军面前一个棘手的问题 美国军事网站猜测 虽然没办法确认中国是什么时候在航母上 配备大批无人机群 但这些无人机的型号 很可能是CW-20无人机 不过因为相片分辨度的问题 具体型号依然没办法最后确定 资料显示 这种无人机体型比较小 机身长大约1.8米 逆展3.2米 最大起飞重量只有25公斤 它的有效无线电子指挥范围大约35公里 CW-20最大的优势是它可以垂直起降 同时也能够水平起飞 终航时间大约3小时 巡航时速100公里 到现在为止 对于美国军事网站的相关报道 和对无人机的相关分析 都没有得到中国海军 和中国国内媒体的确认 但有一点基本上是清楚的 就是中国航母上确实有无人机群 同时也说明了一个问题 就是美国无时无刻都在关注中国军事进度的发展 特别是对中国航母的进展 他们对中国人如何使用航母非常之有兴趣 可能是因为美国的确是将中国作为假想敌 无时无刻都在揣测如何对付中国 所以我们都要高度警惕 其实中国海军的发展速度可为日新月异 短短30年的时间里面 中国海军就由一支只能够近海防御的陆水海军 转变成今天拥有航母 万吨大驱和两栖攻击艦的陆水海军 而在规模提升的同时 我国还在激励提升装备的性能 而在一种现代化的武器里面 无人机显然是最受欢迎的一种 近几年来 国际军贸市场上 无人机都被受各个国家追捧 在小国都是这样 在各个军事大国里面 无人机都同样是热门装备 在现在的国际焦点俄乌冲突里面 交战双方都装备了大量的无人机 俄军近期更加频繁出动猎户座 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军事仓库 除了陆军之外 无人机在海军里面的作用也十分重要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引入海军无人机的国家 在海军战争期间 美军第一次使用了先锋艦载无人机 而在最近几年 美国发展了多款海军无人机 其中包括MQ-25、X-47B 其中MQ-25 艦载无人加油机 更加是美国海军发展的重点机型 美国计划在未来几年之内 就会全面装备这款无人机 但由于这个机造价昂贵 批量列装的计划 直到现在都还未实现 所以当中国航母山东艦的甲板上出现了无人机机群 就足以证明中国航母 现在已经批量装备了南载无人机 在一众海军大国里面 中国对于无人机的热情 很明显比美国更加高涨 近几年 中国研发了多款南载无人机 并将它们列装在驱逐艦、护卫艦和航母上面 例如2019年长沙号和南载号两艘052D型导弹驱逐艦 就被曝光装备了国产某形先进艦载无人机 除了航母和驱逐艦搭在无人机之外 中国未来还有可能建造专门的无人机母舰 这个更加是外界广为流传的076型两栖攻击艦 据传这个航母将采用电池弹射器 专门用于弹射大型无人机 为航母提供无人机保护和飞机空中加油 我们就看到 无人机在未来将会是中国海军必不可笑的一个重要装备 说了这么久的无人机 为什么无人机会有优势呢? 答案很简单 成本低、补充快、效率高 一个真人驾驶的飞机 最昂贵的不是那架飞机 也在里面的飞行员 我们要知道虽然很多飞机的造价都突破一亿 但在真正的战争开始的时候 这个一亿美元 可以在很快在各种各样的税收略夺找回来 但飞行员的培养就要很多年才有一个 但无人机就没这个问题了 上手成本低 只要懂打机 几乎都可以操控无人机 而且有些无人机完全不需要额外的操作 只需要预设好程序 接下来等无人机去执行就可以了 相比较飞机超高的制造成本 无人机的成本 几乎可以降到200万左右 这样的制造成本 简直已经达到随心所欲地和对方的炮弹和导弹互换的地步 交换比超高 因为一枚导弹造价差不多需要500万 而一个无人机的成本是200万 对于我国而言 其实无人机上栏 对于我们来说还有一个好处 就是未来它可以成为我们 号称是签35的海四代的搭档 实现第四代 战机统筹协调其他战机 发动网络化中心战的作战思想 畢竟跟大洋彼岸的某个超级军事大国相比 我们的航母现在还和它装备的10万吨级核动力航母 有一些既战术指标的差距 正是这样的优势 令到无人机开始逐步成为战争的主角 无人机也因为这样而衍生了很多细分的机型 有侦察无人机、攻击无人机、拆打一体无人机等等 而现在全球能够制造无人机的国家虽然不少 但能够制造出信德国可以应用在战场上的国家 就真是屈指可数 所以就现在的情况来看 美国反而是被中国弯道超车提早一步实现了 而中国近年来的发展迅速 在很多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要将美国的幻想变成现实 对中国而言从来都不是不可能 反而是美国近年的发展已经去到樽颈位 长时间很难有大的突破 而且经常发生各种事故 不如给时间休整一下吧 近几年来中国的发展全世界都有目共睹 不单只是在军事上 在经济、航空、卫生、能源等等多个领域都进步得超快 这是中国一步一脚印踩出来的 中国一直都是实现由0到1、1到10、10到100的路上 我们很清楚只要不断发展自己 才能在国际上拥有更多话语权 站得更稳 同时也非常明白落后就要挨打 现在的中国甘非识比 我们还会不断进步、不断向前进 目的就是为了给中国人民能够生活得更好 我是你的屈鸡主播周杰逸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我们下集iva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